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謝謝高原的老師 然後都很用心的在交往 然後很開心自己可以考上 謝謝 謝謝高原的老師 還有所有同學們幫忙 然後目前是 剛同學 謝謝大家 謝謝高原幫我練習電視 謝謝高原的老師 然後學弟妹加油 謝謝高原讓我考上工作衣 如果你要在找補習班那就來高原 沒有補習班給我的幫助 謝謝高原補習班才會有今天的我 如果沒有高原補習班我到現在還會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謝謝高原補習班 讓我可以順利上班 謝謝高原 大家加油 謝謝高原補習班 然後我想跟學弟妹 今天只是達到夢想的五二棒 謝謝 謝謝高原補習班 學弟妹們加油 在中國一等你 好 嗨 謝謝高原補習班 學弟妹在中國一等你們 感謝高原補習班 然後讓我可以順利考上一手套中醫 然後特別感謝張文棟老師 讓我英文進步很多門 謝謝 謝謝 感覺這一年來高原補習班的栽培跟鼓勵 可以讓我們很快的讓每個科目都進步 然後順利考上一手大學後中醫學系 感謝高原各個會談人員還有老師 非常謝謝你們 謝謝 感謝高原補習班跟會談還有老師的協助 然後永遠要相信自己的努力會有收穫 謝謝 感謝高原補習班對我的幫助 還有我要感謝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說就是 不管你背景多複雜 你只要努力學著當一個簡單的學生 你就一定可以考上 謝謝你 感謝高原補習班讓我快速上吧 謝謝高原補習班跟高原團隊的幫忙 讓我今年108年可以考上一手的後中醫 那我覺得這邊的老師跟師資 還有整個學習環境都非常優良 就值得大家要考後中醫的同學可以來錄報 高原的老師跟班主任都真的很用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幫忙 謝謝 歡迎你 高原歡迎你 謝謝高原 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老師快來吃雞一起吃素吃到飽 我要謝謝杜伯老師 他這個上課講解得很仔細 然後讓我對物理的觀念都了解得非常透徹 謝謝他 我要謝謝化學的理科老師 老師有很多速解法 能夠讓我很快的解答 謝謝 我要謝謝主任 因為有你的付出 才會讓我們再做大家的賞 大家好 我是吳宥潤 那我要謝謝張文中老師 那上你的課其實我非常放鬆 因為常常就是上一個禮拜的課下來之後 我們壓力都變得很大 那在上文中老師的課常常會變得很輕重 可以聽到一些人生的經驗 那很感謝就是在唱英文課的時候 可以同時學英文 然後又可以開始知道一些人生的經歷 然後還有就是老師很幽默 都去上課晚上放鬆的很快 那謝謝文中老師 主任我要謝謝黃標老師 因為老師下課講解得非常地清醒 然後解題也非常有耐心 讓我深入進步 謝謝黃標老師 最後要謝謝補習班的工作人員 就是每個工作人員都對我們學生很用心 然後對我們的一些要求也都會盡力協助我們 那最後要謝謝台南班的詩涵 我覺得超棒的補習 對於未來呢即將要考後中的同學呢 老師呢想送給你一句話 就這麼一句話 那後中就像愛心傘一樣 撐過就是你的 記得撐過就是你的 所以呢我們未來的日子 我們一起努力撐過就是你的 OK好謝謝 首先謝謝各位同學最高原的肯定 然後我們相信高原的老師啊 公眾團隊 都會再繼續更努力的為各位同學服務 先恭喜這個已經考上的同學 已經邁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然後相信你的未來會更多彩多姿 有什麼樣的困難 大概也不會比上張考試怎麼痛苦了 你會應該是一帆風順啦 那這個給未來要參與我們的這個上課的同學 就把你的心放下來 放心交給高原補習班 那明年我們就靈魂攻劍了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年的考試已經告一個段落了 然後呢在這邊恭喜考上的同學 然後呢 針對沒有考上的同學 請你們也不要太氣餒 我們今年度呢 也是準備了非常充足的課程 希望今年度呢 各位可以跟我們一起努力 然後呢在今年度呢 希望能夠有一個好的成績 也預祝各位呢 未來能夠有順利的金榜提名 那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同學再找我討論 那總之未來在考試的道路上 不會一路陪著各位 謝謝你們 掰掰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今天又是一年一度的畢業典禮 慶功宴跟一些實驗 那我們先祝福那些考上的同學 那希望他們在學醫的過程當中順利 那還沒考上的不要氣餒 那網路上都有很多感言 就是上榜生的感言 那你可以找一個或兩個 你覺得適合你的 然後重點在於執行力 如果你在這一年能夠持之以恆 這才是重點 然後最後充斥的時候 然後加足馬力 然後現在就是按部就班 那應該一年就會有你的好消息 那謝謝各位 大家好 我是金湛老師林維富 那在這邊首先要恭喜 已經跑上很高一 後期的同學 那你們的努力 終於得到一些回報 那當然將來的這個學校的學習呢 才是你另外一個挑戰的開始 那我們在未來的相關的課程 特別是在物理上面的課程呢 可能就是依照高一出題的一個走向 然後為同學們來規劃 那當然在力學跟電磁學 還是主要的一個出題的比例 所以我們在這個方面可以持續加強 那有些同學可能在面試的時候被刷下來 那我們也要再次再去提醒你 就是再接再厲 希望在下一個年度 也要明年度呢 能夠順利的通過這些考驗 那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張力老師 先恭喜各位已經上榜的考生 祝你們前途無量 如果未來有遇到什麼挫折 回想一下你們這一年 準備考試的辛苦 你就會覺得人生 沒有比這個時機更困難的時候 所有的難關都可以克服 那至於沒有上的考生呢 你們也不用擔心 因為張力老師會持續的陪伴你們 直到考上為止 各位同學 今年我們預估今年有機的考題裡頭 我們有機課程大概是讀個前兩章 其他課如果沒問題的話大概可以考上 那今年的考題走向應該也是這樣 那實際上我們講那個話的意思就是說 你前兩章的基礎如果好的話 後面的話呢 因為大致上面一念 大概就可以考得不錯啦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們高原的班上來做視聽 那我們到時候再跟各位詳細的再來解釋 OK 就這樣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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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